嗨各位小伙伴你们好吗 这里是山巫龟 欢迎来看我的视频 今天要做一个策划已久的大事情 就是这个白龟终于到了 我觉得可以入地的时候 为什么要给白龟入地呢 首先这是我一个一直以来的夙愿 你看就是龟背竹在云南的露天 是可以长得特别好的 入地以后它的那个生命力大爆发 是盆栽没有办法实现的 其次呢就是 你看它现在这个羹已经长满了 而且我觉得它最近 有这个叶片缩小的趋势啊 这个新叶这么拉垮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干脆入地吧 来 我已经改调好位置了 就在大龟的脚下 这颗白龟呢就是 从千叉到现在有三个多月了 这个新叶实在是太小了 不知道为什么 你看明明前一片的时候 稍微变白了一点 给我点信心 那下面就给它自生自灭吧 先往外挖看 再铲除掉一些镜面草 这些土呢就是一些天然的圆土 因为矿物质和砂石比较重 所以圆土一般是比较粘质的 我比较想要 我比较想要就是还是把它种的稍微深一点 所以我挖的坑至少要有它 原来这个盆这么深 蚯蚓出来了 进去 我现在给它拖个盆 这个根其实还蛮给力的 你看 这些一直长出来 应该是爆根的状态了 应该是爆根的状态了 可以啊 其实我这种配方土和圆土 它的介质差异还挺大的 根呢最好是打散的彻底一点 要不然就直接就是夹心土了 觉得哪个方向比较好 这样子啊 这样子呢 把最好看的弄到完全 这样子 我觉得按照归背的这种适应程度 应该是很快就可以 在这边 发光发热 生根 深深的扎进去 这个方向呢 漂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